哈喽 大家好 雖然有點遲啦 但是這一次打算跟大家好好的來介紹一下 我們這一個冒險關卡所推出的大特跟布羅利這張卡啦 它的入手方式 然後它的Dokkan方式 它的技能力獲得方式 以及它的技能力的 相對來說的最佳配置 對我自己而言啦 那麼這邊來講的話是對於講一些比較新手的朋友方面啦 還有就是因為看到留言處也是有人在詢問是怎麼獲得 還有就是講說國際版方面啦 因為還沒開到這個關卡 後續會開到可能也是可以稍微參考一下啦 OK 那麼這一張大特再加上布羅利啦 它的整體能力大家之前都有試用過的 火力沒有特別的高 防疫力就還不錯 只要它們的連擊可以做得到的話 然後它本身每一發必殺也可以獲得那個減傷提升 未來來講的話 它又可以多看到LR 所以算是一張還不錯 值得我們期待的免費卡 然後也算是有相當的戰力 而且它可以進入的隊伍 雖然說目前的類別不多 不過我相信升到LR應該還可以再提升個一到兩個的類別吧 OK 那麼首先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看一下啦 就是在公告這一邊 第32關 第32關 那麼在第32-3關的Super的關卡這一邊 我們就可以確定拿到它的這一個角色 然後因為未來可以升到LR的關係 所以可以事先先打好24張 10張先練技 4張開潛能力 以及再來的10張未來升LR的時候 用來升最後的實際用 是這麼個樣子 那麼它的多看方式方面的話 就是要換取這一個它的覺醒回章 然後之前也是有提過的 就是用利寶石來換 那麼利寶石這一邊的話 是在波波商店這一個方面 因為最上面的那一個 因為之前我都看了嘛 已經換掉那邊有數量限制 然後它所需要用到的這個回章數量是 318個 那麼第一次我們做兌換的時候 它只需要1比1的那個利寶石 就會換得到 也就是318個利寶石 然後after that 要升第二張 或第三張 第四張 因為有些人喜歡練多多的情況下 它也有一個無限換的這個徽章啦 可是它的價格就會變高 變成每個兩個利寶石 那麼這邊的話 就要636個利寶石 我們才可以換得到啦 嗯 這個就是for第二個 那麼兩邊加起來 沒超過1千的利寶石啦 這方面來講的話 就比較不難受 那麼當然它的任務這邊 也是有開個要獲取利寶石的任務嘛 不過 因為我們還需要打它的技能力嘛 然後它的技能力 我們又需要嚴選 因為最好的技能力 始終就比較難掉 而且 這一次關卡開上來的技能力的掉落力 沒有之前的 力狼被的那麼好掉 它的掉力非常的差 所以在關卡 第32-5 32-6 32-7 這三個關卡 就分別對應 銅技能力 銀技能力 跟金技能力 這個大家是可以很明確的看得到啦 銅跟銀 它的掉力感覺還比較高 可是在金技能力這一邊 至少到目前為止 我打了至少有1500體力以上啦 我都還沒拿到我自己滿意的技能力啦 然後再包括第五技能 第五關的銅啊 第六關的銀啊 加在滿買那邊 可能都快要突破3000體力消耗了 然後完全還沒辦法完整的弄到完 所以 利寶石的任務啊 以及它的多看覺醒這方面的話啦 其實也不用選擇其他的關卡 或者特地調一些掉的多的關卡 當我們在原顯這些的時候 每一隻慢慢打的時候的情況下啦 就可以入手到非常多的技能力啦 那麼 假設啦 就不想打技能力的情況下 又要去 打那種這樣做 可能掉力會比較多的利寶石的關卡啦 那麼我還蠻推薦 那個 三十一減四 如果沒記錯的話 就多嘛 等一下我們轉過去看一下啦 這個 Sorry 三點 改日期 還要重新跳出來 嗯 竟然卡到這個時間點 嗨嗨嗨 登陸上 OK 冒險關卡這一邊 三十一 然後 減四關 那麼在三十一減四關這一邊 我們是屬於可以 邊鏈連接 邊農那個利寶石啦 然後 一關的產處差不多是有二十顆左右 如果運氣好的話 它會掉那種七十七顆利寶石這個樣子的東西 或者就是 藍寶石 那麼在這邊的話 它的任務條件很快的就可以達成 然後再加上 婆婆商店的那個利寶石需求啦 要換碼 也是可以比較快的達成 OK 那麼到這邊為止的話 就是 綠寶石的任務啊 那些 全部OK 搞定了吧 那麼如果是要 原選 我們的技能液的話 這邊就 同樣要看過來啦 首先 官方下面 其實就是 也是有給我們一個推薦啦 經濟能力 雲技能力 跟同技能力 那麼我自己個人認為最好的配置啦 就是把它的三維數值給往上拉上去啦 欸 因為經濟能力 Attack 500 Defend 500 那麼我們就可以拿到攻防 1500的那個三維數值 銀技能力同樣 攻擊500 防禦500 攻擊Lv5 Defend Lv5 那麼這邊的話 我們是有攻防1000 然後同技能力這一邊的話 那它也是有攻擊Lv5 Defend Lv5 這個是500 那麼它其實 還有另外一顆 在官方這邊沒有介紹到的就是 防疫800的技能力 那麼在這邊來講的話 金肯定就是調1500 銀調1000 那麼這邊就有2500的攻防了吧 那麼同技能力這一邊的話 其實有兩個選擇 攻防500 或者就是防疫800啦 當然防疫值 是在我們現環境中 比較重要的存在啦 那麼在這方面來講的話 絕對會選擇800啦 這個是最佳配置 假設已經打到攻防500 然後又懶惰繼續打下去的話 其實也已經足夠用 因為在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的三維數值啦 通過這個技能力 就可以以3000點數 再往上推上去 那麼對於這一張卡來說 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提升 然後未來它因為可以都看到LV 那麼它的三維數值本身 也是接近10抽卡等級 甚至超越一般10抽卡等級 當然官方會在它的被動卡數上面 稍微壓一壓 不過至少到目前為止啦 它的被動能力上面 是有減傷能力值在的 只要我們單回合可以打到 兩發的幣上就有16%的減傷 配上30多到40萬之間的防疫力 那麼這個是我之前計算啦 是還沒把那個3000點的機值放下去吧 可是如果把那個3000點的機值放下去之後啦 三發必殺之後 大概也是可以做到差不多 50出萬左右的防疫力 再配上三發24%的減傷 其實幾億張免費卡來說 已經是非常非常的給力了啦 然後未來LV化的話 他的這些能力還會再往上推一推啦 是屬於一個我們可以期待的 他們的未來性 而且他還會有極限在覺醒 當然不是短期內 可能至少要兩到三年之後的事情啦 但是這一張也是屬於我們 爆裂機戰專屬的角色啦 也還蠻不錯的 可以稍微期待一下 而且這個大特獎布羅利就是有趣啦 而且就在之前來講的話 就有一段他的那個 冒險關卡專用的那個video嘛 那個movie的話也是非常的棒 未來可能會追加在他的 那個L-O的主動機上面 這個是我個人期待啦 有沒有是還不知道的事情 因為要等著他的L-O特別推出來之後 然後至於什麼時候會升到L-O 這個其實也是蠻多人在問的 目前是完全不知道 可是按照冒險關卡 差不多三個月到半年之間 追加的情況來看的話 那麼可能年末有機會看得到 他再提升 要不然的話 就可能明年九週年之後 他才會提升到L-O 就大概這兩個時間點啦 九週年的前後上下 至於實際時間 真的是不確定 OK啦 那麼大致上 這個就是我們這一張 大特布羅利的完整入籌方式啦 32-3 獲得他的卡 然後可以打到24 打24張來準備 然後 密寶石 大概準備一個1000點 就可以把他給完成L-O 因為L-O未來 還是會需要花費啦 不過目前來講的是 先做先行準備 我們可以做得到的 然後之後L-O需要多少 可能還需要再努力 到時候可能再跟大家介紹 然後技能力的方面的話 32-5 32-6 32-7 然後要精選的話 剛才介紹的那一些 就是足夠讓他提升啦 嗯 OK 那麼大致上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的 L-O的 不是 還沒有L-O U-O的大特 跟超賽布羅利的完整 弄到的方式啦 好 那麼這一個影片就到此結束啦 謝謝各位的收看 JAMATANI 掰掰